二年56歲的藝人江欣燕 近日仰要現新電台擔任節目訪談嘉賓 期間他罕見談及舊愛張惠健 更首次揭露他們當年分手的真正原因 據了解,他們兩個都是參加新秀入行 不過江欣燕是張惠健下一屆的參賽者 1985年,江欣燕參賽 身為師兄的張惠健 在為參賽者做演練時認識了江欣燕 並且對他一見鍾情 無奈他們就迅速發展成為戀人關係 而張惠健也是他的初戀 但可惜這段感情飽受輿論壓力 再加上女方家人的強烈反對 最終在拍拖五年後,江欣燕提出了分手 那麼多年來,外界一直盛存 當年是因為江欣燕看不起 張惠健在TVB的事業毫無起色 但實情究竟又是否真的這樣呢? 雖然已經事隔多年 不過舊事重提,江欣燕仍然歷歷在目 他承認當年的確是他才提出分手 但原因並不是外界所指 而是因為雙方工作繁忙 再加上戀情長期受壓 他強調分手跟當時彼此的事業 有沒有起色,並沒有半點關係 純粹只是覺得很累,想停下 雙方是和平分手